大刀向贵宗人的头上看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买到梁 抗战的一天买到梁 前面有东北的英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兵勇敢前进 看穿了敌人 把他笑变 把他笑变 冲啊 让头想 为这门的头上看去 冲啊 上 好 我们回到七七事变 卢国桥事变这边 来谈民国二十六年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大刀进行曲 那我们越老百姓跟我们讲一下 大刀进行曲的典故 这个当年老师说 从九一八那时候 民国二十年的时候 日本已经占领东北一部分了 那么在二十二年也在往 一直热河来 在要很多据点都要打下来 那么进攻长城 那个时候吉星文将军 他只是还是营长 他是呢 他营长 但是他能够打仗 善战的 那结果呢 他就鼓励这种民间的力量来对抗 那因为他能够打仗 所以他就后来变成升到团长 也就是因为这样升那个二一九团团长以后 他就去护那个晚平城了 所以才有后来的 齐齐如沟桥事件 他就变成一发生 他们马上召集一个呼吁民众 带着大刀来保卫领土 保卫这个城 那么就一下子呢 就目了五百多个人 就变成大刀队 那么这个卢沟桥事件 我想这种历史的事件呢 今天台湾的年轻一代是非常不清楚的 那我们今天那个正好呢 就过两天就是七七抗战 那七七抗战事实上对两岸呢 是非常密切的 这两岸都当年共同来对日对日抗战 那我们在今天来谈这个七七抗战 一定要先从这个七七如沟桥事件 因为打开了这个抗日战争的序幕 那么实际上抗日战争呢 在两边都有不同的这个解读的 那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来讲的话 他是民国二十六年 就七七事变开始计算八年 但是在大陆事实上是从九一八 民国二十年 所以到民国三十四年 他是十四年的时间 那么这个过程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日本当时完全没有在意中国 他完全把中国呢 当做一个手中的猎物 随时哪上哪下都随他的 那么他要进攻东北占领的 他不认为他是侵略 所以但是对中国人来讲 他事实上人无可忍 可是实力比人家差 对日抗战事实上是农业国对工业国 日本当年是工业国 对日抗战基本上是弱者对抗强者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认为呢 日本的清华的一定是会胜的 但是打仗不一定的 打仗当年开始以后有战略思维 我们小时候也念过这个书的 念过一些历史书 不像现在小朋友 那个时候蒋伟长当时他的这个战略思维 就从七七事件开始以后 他一直在规划 在规划 那么在七七事件之前 他已经说过了 一定要引日本军队到长江流域来 那么就是把主战场不要在华北 不要从东北到华北 直接就到华东 这样的一个思维呢 在七七抗战开始 他形成 所以我们真正讲年代 民国二十六年 是对日抗战的序幕打开 但是民国二十四年 他的战略思维呢 就成型 到了二十六年以后 这两年二十七年两年 他的战略的这个目标呢 也达成 要怎么去说呢 就是二十四年的时候 蒋委员长当时特别提到的是 要持久战 要用空间换取时间 一定要把他日本人呢 引到东北来 要不是从东北来 引到这个也不是叫华东 华东 华东来啊 他特别提到的呢 是把敌人弄到大陆内地来作战 所以这种的持久战 跟以空间换取时间 就有四个战争出现 四个大会战 日本人开始打中国的时候 侵略侵华战争时候 他狂言 三越亡华 结果我现在呢 要开始先说七七 七七当时吉星文团长 二一九团团长 当时呢 死守晚平城 结果没有让日本人 马上得逞 因为维持住了 那个士气慢慢就会起来 那么蒋委员长当时呢 也开始 要做忍受到最后关头啊 就全民抗战 那么这是第一个呢 是七七 等到七七以后啊 那日本人马上就开始进攻了 他当时日本的战略呢 他不是往南的 日本是要从啊 这个平汉县这边的 他要打武汉 可是第二个战争 叫松湖会战 就是上海松湖会战 那是在民国二十六年 那个时候呢 八月份 二十六七月七号是在北京 北京 对那个时候北平市嘛 但是你看一个月以后啊 已经到了上海了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这个广告 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谈松湖会战 中国一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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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民主英雄写团长 中国一定强 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不均分手 冬战场 此方都是逃过 这里是FM98.1 98新闻台 我是主持人鲁志谦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现场来宾是新党主席 郁慕明 刚刚您听到的音乐是 中国一定强 八百壮士的主题曲 年长一点的听众应该都有耳熟能详 主席刚刚讲到七七事变 我也查到一个资料 是关于之前 郝博春院长他写过一段 关于二战的资料 从七七到 我们一般算二战 依照我们的史观是从 七七卢贵桥事变到1945年的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但是在德国或者是欧洲的战场的话 他们并不是这么算的 按照郝博春院长写的东西里面来讲 我们中日战争是打了八年 以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史观来讲是打了八年 英国跟德国其实是打了六年 然后苏联跟德国打了四年 美国跟日本打了四年 而法国跟德国其实只打了六个礼拜 六个礼拜相对于八年 我们就知道说当年那个战争 在中国打得有多惨 然后对世界有多大影响 如果不是中国打了八年 整个欧洲的这边的二战的结果 可能都完全不同 主席我们接下来来谈松户 就是当时的四行双户 其实日本人这个是处心积履的 那么到七七以后 他占领了北京的 那往下呢 他就一直要开始要占领全中国 所以三越王华 但是呢 刚才我也提到了 蒋委员长当时就确定了 真正开战的时候呢 要抛弃海岸线 要把他印到内陆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下决定 要把黄埔他的子弟兵 最有实力的子弟兵呢 准备牺牲 所以要这个发挥黄埔精神 黄埔精神主要是牺牲团结跟负责 那么他把黄埔军校的毕业的 这些将领带的部队呢 通通已经在松户的周边 都已经布置 其实日本人当时并没有想到 这么快在松户开战的 那个时候才一个月774后 一个月到了8月9号 就26年8月9号 那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呢 正在虹桥机场 跟中国的保安队啊 发生冲突 那这个冲突还是小型的冲突 本来有些就想把他呢 就盖住了 可是这个机会 事实上正好把他引到 内陆要打仗了 所以往南引 引到那个呢 8月11号 日本人海军到了 增加兵力 可是日本并没有 在事后的历史资料上 日本人并不想在这里打仗 因为那时候 他很多租借啊 什么东西 他是主要想在武汉 从另外那个县道 平汉县道 去那边 那么 没有想到 事实上 国军 蒋委员长已经准备 他8080的张志军 张志忠啊 张志忠的这个部队 8080呢 就开始正式跟日本人冲突 那日本不晓得 我们已经部署到 就完全都部署了 那个当时814 大家知道814 高志航的空战大节嘛 那个时候就空军已经准备 814参战 日本才发现啊 原来不对 原来他上海这边要打 要打 所以他变成不得不增加三个师团过来 那么就形成松户会战 这个会战打得很激烈 三月王华不但没有把中华给截掉了 但是呢 花了三个月时间 就从8月9号开始 一直啊 8月14号 然后到了11月13号 就等三个月时间 国军才撤退的 啊 离开松户 那撤退以后 日本人乘胜了 马上就进南京 所以南京大屠杀 就是因为在松户打了太久的 呃 无松口跟上海这边呢 打了日本 所以他从下面打了 打完之后再往上到南京 往南京 往西嘛 对往南京那边 好 那么往上面 那么打的时候呢 他气 气所以到了南京 他要求 要投降 不投降 进城就屠杀 嗯 那么当时很多历史的 这个这个资料 包括外国人呢 所的记录 我不想在这里多谈 今天日本人呢 也好 有些亲日的 都要去抹杀这个事实 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用意 我今天你问我 我是要希望让大家了解 在 抗日战争8年 你刚才说了 非常重要的 把日本军队 牵制住100多万 在中国大陆 消耗了日本8年的时间 但是呢 这个8年是决定在前两年 就是民国26年 跟民国27年 一年半的时间 决定未来8年的命运 那么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 七七 卢沟桥 中国军人用大刀 来对付日本的现代化武器 到了第二战 就是中户会战 中户会战的 是三个月死守 牺牲 包括当时四行仓库 我想很多人刚才那个曲 其实那个曲本来叫 中国不会亡 现在改成中国一定强 那么当时包括 同志军 护国旗 这个八百壮士 四行仓库 可是我们仔细去看看 今天也有这些纪念馆的存在 但是呢 这个战争 中户会战 再一次的 让日本人警觉到 他原来的规划 是不对的 相对的 蒋委员长 他所规划的战略思维 是正确的 因为打破了 日本人原来准备 清华战争的战略步骤 因为他打完了之后 像欧陆的战争 其实到了1939年才开始 其实如果没有拖那两年的话 那整个日本跟德国 倒霉的是苏联 对 当时准备日德连起来嘛 而且主要是攻苏联 对 夹起苏联 夹起苏联 结果没想到 结果这个2627年呢 把日本先打的引出来了 所以日本当时是准备 慢慢侵蚀的 侵蚀这个大陆的 可是用持久战 然后把提前发动 那么当然这个跟 当时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啊 全民要这个 全国军民要一致抗日啊 所以整个情势之下就变成这个持久战开始空间换取时间的这个战略是成功的啊 所以11月13号国军撤退12月13号南京就失守 然后就大屠杀 这个第二战是一定打败嘛 因为你你这个武器也比人家弱 可是能够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把它牵制在某一个点 在战略上他是一个正确在战术上不然就一路都兵三兵敗无三岛 所以这个战争呢是第二个我们在对日抗战的前两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的会战 主席刚刚讲到四行仓库 就是说我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大陆因为他在那个抗战教育这上面 他因为很多前面的战役并不是他打的 所以抗战教育上面我觉得两岸史观的不同也造成抗战教育的不同 我记得我有一年 不过这也有个五六年前甚至七八年前去的 那时候去四行仓库 自己就是在上海没事嘛 就跑到想说不然去看看教科书里面 这个地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我在Google查到了的地图 然后下了车之后到处去问 问当地的人说 那附近的人说四行仓库怎么走 他每个人都跟我讲说 这附近没有一个叫四号仓库的 他连四行仓库这四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 他就一直跟我讲四号仓库 七问八问问到了之后呢 那时候因为找不到四行仓库 那只好查外白杜桥 那个桥就是外白杜桥 好不容易找到了之后去看 他大陆花了一个花了很大的钱 做了一个纪念馆 然后上面写了汪道涵的字 那平常根本不开 其实也根本就没有 一般旅客根本进不去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那个反而你在看大陆很多 红旅游在红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他在红什么 就是说大陆在这方面 其实包括很多的 我觉得很多抗战的景点 他们在念的历史 或者他们在整个灌输上面 都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异 两岸之间这就是我们说 两岸新连线 两岸之间事实上是有些落差 那么实际上抗战当时 正面战游击战 那么八年抗战 从东北一直往西南 到最后西南 等于这个是全面级的 那么大家都眼光都局限在 在某一点或者某个时段 但是你真正要把二次世界大战 整个说打的时间最久的 有些人是先做旁观者 包括俄国跟美国 前面他们根本都没有 到最后收成是他们 但是牺牲最大的 出力最多的就是中国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后代的来看这个问题 可是我是身在抗战 我是民国29年身在抗战 所以外白杜桥这些 那在苏州河那边 那四航倉库我也去看过 当时还准备有 当时还准备把那里规划了 不一定是做纪念馆 纪念馆只是规划一部分 那整个大楼 有一个家具大卖场 对对对 要做那个什么 more这一类的 那个那就是说明 两岸之间的事实上 因为抗战以后 日本人投降以后 本国共内战 所以两边之间的 一个敌对的情势 反而让日本 在这样的一个 夹缝当中 他得以占到便宜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论抗战 大家都不太纪念了 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不过如果到现场去看 就知道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 回头去看那个时候 那个建筑在当时 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建筑 打得很惨 对 子弹孔那一样还在哪 好我们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再回来 这里是FM98.1 98新闻台 欢迎回到两岸新连线 我是主持人卢志浅 在我们现场的是 新党主席 郁慕敏 我们刚刚听到的 这个歌曲是 保卫黄河 是著名的 黄河大合唱的一部分 郁主席 我们接下来谈 台俄庄大节 许州会战 我想这个 刚才讲的 这两个 一个是北边的 北京 然后一个是上海 淑护上海 那么第三第四呢 是打了一年 前面两个半年之内的 那么27年呢 是两个战争 一个战争 基本上是 山东这边 因为打到上南京 南京大屠城 那边从下面的上去 他要从打那个 不是要从北边 又往下打 占领山东 沿海这边的 那么到山东呢 他开始往下走 那往下走 济南一直下来 那就要到藻庄 藻庄那边呢 是檀儿庄 那个这个中间 有一个很大差别 松户战争是 主力部队 就是黄埔的骨干 打光了 打光了 打得很惨 牺牲最大 那么反而去 这个保卫这个山东的 保卫檀儿庄那边呢 是这个贵系的 李中人 李中人 那么还有一部分 川军 反而是当年的中国的一个地方势力的部队呢 是到了山东那边 是部署在那边 所以日本人呢 从北边下来 他认为也是很轻松的 这些军队更没有那么精锐 结果没想到呢 在台儿庄 他摘了个跟斗 为什么呢 因为台儿庄的这边呢 他部队进来 结果后来被包住了 包住 所以台儿庄大节在现在 我到早庄去啊 还去看那个当年的李中人那个 那个 那个杯啊 就是纪念的 那个牌牌 台儿庄大节的牌牌都在那边 那么我们来看 就是事实上 在全面的部署来讲 不是这么巨步的 我们说看台儿庄就看台儿庄 不是 台儿庄是27年3月25号 但是在前一个月 就是2月份的时候啊 事实上在黄河的保卫站这个部分呢 已经开始 究竟是打 有有有行动了 不是有行动啊 就是在平旱铁路上面 有一个黄河大桥 在2月17号呢 就下令炸毁掉 就避免日军啊 很容易渡黄河过去 所以在这边打了 在松户在南京 又在找住在台儿庄这边打 那么实际上在武汉那边 已经在准备这个战争 所以27年的上半年呢 是等于在还在这个山东啊 这边 可是到了下半年 就是开始就往到武汉这边了 那么就黄河决堤 这个在当时啊 说实在的 是很震撼的 这个是大 下这个是天人交战的 你要不要决体 你打不赢嘛 你必须要有所牺牲 那么你假设正规来讲 什么多那个人家 那个这个战车部队啊 快速部队就进来 所以整到他快速部队一进来 战车啊 装甲车这些来了 黄河决堤 就把两个师团就给封在那边了 所以把日本的整个进攻的威力啊 那个那个锐气给当场给杀人杀他的锐气啊 那么当时呃我们刚才你说的听到我们刚刚听了个歌曲保卫黄河啊 黄河是母亲河 但是我们事后来看 是黄河保卫了我们 是 所以这个中间呃 战争是残酷的 但是必要的时候啊 没有办法 不得不牺牲 包括后来的长沙大捷 火烧长沙这些啊 统统都是很多是战争时候不得不用的手段 但是这样一条母亲河 平常是我们主要的水域 这个流域啊 但是在紧要关头 却变成 决堤以后 用 这样的一个黄河的水 带有泥的水 就把日本的装甲部队 给他停滞在 固定在那边呢 动弹不得 所以这个武汉会 武汉会战呢 是第四个 重要的战争 我刚才七七路沟 松户会战 然后台庄战争 然后在武汉会战 这个四个战争 在17个月中间 发生这个大的战争呢 结果拖制了 日本的大部队 在中国大陆 那么这样的一个17个月 是奠定了后年 后来的这个战 抗日战争的 这个空间换取时间 那么慢慢的 把日本的战力给消耗 同时就引起美国 美国在开始时候 他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刚刚讲过 美日其实打了四年而已 不是他打四年 起先四年还是帮日本的 他还卖武器军火给日本的 后来他自己因为 曾祖国事变的 他又自己受害了 所以美国也参战 那么俄国呢 当时是要日本呢 跟俄国打的 结果俄国很精 你们去打 你们去打 所以德国呢 就欧洲战场 就变成了 没有说缴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二战里边 中国战场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 我想日本人呢 在这样的一个战争里边 开始非常骄傲的 能够很快就占领中国 但是实际上不但没有中国 还让导致于台湾光复 可是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列强 就是苏联在前两年 抗战的前两年的时候是支援中华民国 等到苏联跟德国的战争爆发之后 他就改支援中共 然后那法国也是那时候同意日军 切断颠阅铁路 让我们根本没有外面的东西可以进来 英国也是一样 曾经封过颠缅公路三个月 那美国也是一样 当然刚主席讲到了 包括后来的亚尔达密约这些东西的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利的最主要的是 因为世界各国知道 中国地大物博 人又多 而且中国人实在不笨 所以中国不能强大 中国强大的话 对世界各国都是威胁的 那么实际上 刚才讲的还是民国26年 但是真正的日本 当时为了堵住北伐成功 所以在民国17年 五三惨案 济南的五三惨案 他就是要阻挠北伐 那个时候蒋委员长去北伐的时候 他刻意不去碰了 因为重要的是北伐成功 所以他落到北伐的 所以说民国17年 其实日本就已经处心积履 要阻挡中国的崛起 那么到了民国20年918 21年128也是松湖事变 这一路都是处心积履 在那里要把中国压制下去 所以其实俄国当时 事实上在前四年是苏联对中国 不管是对国军或者是对共军 他主要还是对我们有利对抗日本 那么后面四年美国参战了 所以美国的飞虎队 后来的什么飞虎队 飞越电缅 那么英国因为在东南亚打的 在泰国被围剿了 所以英国后来落跑 我们去救他 结果救援的兵的被堵住了 被围在那里 结果我们牺牲很多人 可是英国军队跑掉了 所以整个战争不能依赖别人 还是要靠自己 如果那时候如果不是中国的话 包括印度这些东西 他们可能都会 印度其实没有什么 他们都没什么波及到 日本其实已经打下很多地方了 他这个势如破竹 所以可是也是因为大部队 还是在中国大陆 因为地大物博 而且那时候就是刚刚讲 我们是农业的国家 他每站一个地区 物质就归他了 所以台湾那个时候 扮演的什么角色 台湾扮演两个角色 一个日本部队驻扎在 对不对 你包括这个日本人 神风特工队 他的飞机什么 而且不是单单只有飞机 还有船 还有水上飞机 他那个神风特工队的据点 现在屏东大盆湾 就是当时他的据点 所以台湾那个时候扮演的角色 他的物质变成日本战争 所需要的物质 他的军队驻扎在这里 攻打那个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 他也是都从台湾的 所以台湾那个时候 角色扮演了 他是完全是作为一个 被人家所运用的一个战争基地 那时候的海军总部是 日本的战俘营 专门关他东南亚这些服务的 包括那时候轰炸南京的 第一次轰炸南京的飞机 也是从新竹的基地起飞的 那个八一四大战的时候 飞机就是从台湾起飞 可是这些我们现在年轻人 有多少了解呢 那我们面对马上又是 七月七号又要到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一个 最简单的一些 抗战的一些历史 多少知道一点 那么至于细节哪个战争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带给我们什么样的 新的联想 新的思维 所以这才是我们要的 好主席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再回来 谢谢 好主席我们宣传 彷徨着游子返乡 荡荡街在西洋洋 神的歌儿的家长 长遍城市和村庄 台湾光复 这里是FM98.1 98新闻台 欢迎回到两岸新年线 我是节目主持人鲁志浅 在我们现场的是新党主席郁慕明 主席我们接下来谈远征军跟台湾光复吧 好 这个因为刚才说了八年时间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等于是 17个月一年半的时间 前面后面其实 前面 所以中间那个是各种战争 大小战争都有 那么多多少少结果都是往西边跑 就是一直退一直退 一定是空间吧 换取时间 那等到这个外国慢慢慢慢世界大战了 各国参战了 终于这个武器啊什么都有 慢慢进来 外员都来了 但是再怎样 他就是后面几年 结果是在往西南这边 为什么西南这边呢 因为日军要去占东南亚嘛 所以泰国啦 印尼印度啊什么都那个 那么英国要来保护他啊 英国部队在印度那些也是被被打败的 那么在前面这一段中间我们就不去谈他 我们要去看后来的 因为抗日战争里面有几个比较感人的事情的 一个就是这个电缅战争 电缅战争你要晓得驼风 所以空军要穿过驼风也是牺牲很多 当年的打帮助远英国的 就是帮英国人写围的部队 有时候走那个野人山呢 回来死了三万至少部队 三万人在野人山阵亡了 也不是郑亡就是得病死掉的 就是回不来了 那么十万青年十万军 就是那个时候为了要去到西南 西南的这边去打仗的 所以青年军当时呼吁起来 孙立仁将军啊 后来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廖乡啊 郑栋国将军啊 那些那都是后来在在西南战争 这一部分的后期的降临啊 有名的降临 那么远征军第一次是在三十一年 就是后四年了 第二次第二次的远征军是三十三年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到现在到云南啊 到店面公路啊 那个时候多多 我们现在都可以参观得到的 所以我在前前两年吧 因为二零一三年我曾经特别组了一些 我们的年轻朋友 是就到店面去了 到那个云南云南 到腾冲啊 那么到了腾冲呢 去看店面的那个公路 去看当年的纪念馆 当年的这个墓园 死亡的将士们的这个墓园 那可能是现在大陆保存比较好的 非常好的那个保存的去平调塔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讲这个抗战史 讲细节这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年轻一代的了解 整个抗战的后期 是打得非常惨烈的 那么去当场现场平调 我还特别记得 我到那个店面纪念馆呢 还有请我要在那个馆旁边 柱子上两边 要留两句话 留两句话 那我当时特别写了 前人抗日保江山 京士齐心某一统 那么过去因为大家抗日 把江山给保住了 其实那个时候 政府已经在重庆非常危险了 因为独山假如被打下来的话 那连重庆都不保 那么结果的因为 整个战局改变 能够把这个欧洲战场 欧洲的战事结束了 他们才有空来管亚洲 才能够回到这边来照顾这边 所以后期的 那我们让这些年轻人了解 当年青年军是怎么来的 青年军因为跟国际接轨了 所以后来有现代化的 这个训练跟武器 也有后来的装甲部队的形成 开始打那个对峙抗战的时候 哪什么装甲部队呢 我们根本是当地的农民大刀队开始 到后来就是最基本的步枪 只有步枪 我们只有步枪而已 可是后来就是第二后半段 因为国际接轨 所以孙立仁将军当时是被训练出来的西方军事训练的将军 那么从亚片战争以后 我看真正的这个中华民族抬头呢 是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开始飞虎队也穿了来保卫了 来一起跟中国空军一起作战了 那这个民族抬头呢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那么当然最后八年抗战结束了 三十四年八月了 这个日军投降了 无条件投降 投降以后台湾才会光复 假设没有这个八年抗战 台湾依然在日本的统治占据之下 日本的殖民之下 这样废除不平点条约 光复台湾 这段历史在七月七号快来临之前 我们应该也责任那年轻一代的 不要有错误的观念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有时间呢 再来谈谈这个整个这样一个战争 所引导出来 后来的所引起的一些后遗症 包括今天呢 两岸还要在那里和平发展 当年假设八年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 没有国际这种的谋略 国际势力的谋略 我想中国抗战胜利 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台湾也应该光复 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 可是命运作笼人了 所以八年抗战以后 就开始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还有因为国境 包括苏联当时关东军 收编了以后 关东军所有的武器 那么在美国当年的策略 都有一些 我们都可以在那年轻人 继续了解一下 就所以那时候也是 其实就是已经打了八年 之后继续打国共内战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讲说 国军在台湾一上岸的时候 那个装备残破不堪 就是其实真的 真的就已经是打了打了太久了 这个现代人看看 我想以现在的台湾的这年轻人 要能够有当年的那些 抗日战士们那种的英勇 我看可能差别很大 现在的年轻人的背景 成长的条件 忧郁久了 忧郁久了 所以真正要在苦难的日子 是不太容易过的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 从开始让大家听听几首歌曲 然后去回忆一下 我们希望真诚的希望 台湾的青年能够了解 只有靠自己 国际势力是永远怕 中国人站起来 当然台湾年轻人说 那我不是中国人 但是不要忘记 你永远避不开的 就是在两强三强之间 最后牺牲的是我们 倒霉的是自己人民 其实自己 尤其我觉得台湾这两年 就是说 不能说这两年 过去应该讲 马云九这八年后 我觉得整个氛围是变化很大的 我觉得以往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 我记得像李登辉的 飞弹危机的那个时候的时候 台湾民众是真的会担心 就是说两岸会发生战争 那这几年 我觉得台湾民众 已经不太有这种想象 所以我觉得在两岸关系上面 就更加的为所欲为 他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 不会战争 对他觉得不会战争 但是不会战争呢 那是我刚才特别提到的 从抗日战争这件事 整个国际的力量的介入 最后变成全世界世界大战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个国际的力量 不可靠的 不可靠的 永远希望 隔一段时间有个战争 那军火商啊 才能够有所的出路 我想千万不要被人操刀 为人作假 我想这个台湾人要头脑清楚一点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讲的 最近也是有矛盾 你看今天蔡英文一当选之后 就开始讲到潜见国造啊 什么国际 自己制造武器 然后你再看看 看看国军因为一条狗的事情 被羞辱成这个样子 其实还让人家非常非常感慨 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明天早上十点 请您继续收听News98两岸新年线